在疫情之下,各级学校实施线上教学以来 面对科技设备不足、学习状况不佳、特殊家庭因素等等 尤其造成弱势学童学习上相对更加弱势的落差 环利县教育处是高度重视 在驿注数位设备到偏乡 另外也提供了四大阶段的学习辅助 缩短弱势学生在数位学习环境上的落差 台湾今年5月爆发新冠状病毒疫情 各级学校扩大实施远距教学 但是由于每一位学生家庭环境不同 使得数位环境以及学习程度上出现很大的落差 环利县教育处在教育部以及教育处相关资源依注之下 解决了学生数位学习设备不足的问题 通通都是属于这个概念 补到你的课本154页去 以现在来讲同步教学的学习成效是最好 也就是说老师开启视讯,学生也开启视讯 然后老师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备课的定制书也好 还有他的实体书也好 就是学生可以在他那一端就可以直接看到 然后就可以做谁的互动 那老师也可以现场交办相关的一些作业 这样的一个同步的一个教学效果是非常好 到后来就是有一些比较像年纪比较小的学生 可能做同步的指导跟非同步的交办的一些任务跟作业 这也有实施 不过到后来就是说像低年级这样的一个 没办法完全操作所谓的科技载具设备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到后面有一些学校的老师还是有努力去完成 让学生去实际操作 所以就是说慢慢的可以看到一些像小型学校 他几乎都是采取的一个同步的一个教学 所以我们讲远距教学在花莲来讲 载具也好网卡也好 第一周跟第二周可能会有发现到有一些状况 但这些状况我们深入了解之后 不管是从教育部的资源或是教育处的资源 或是民间的资源 其实一起益助之下 其实都有协助这些偏像弱势的小朋友 或是在网路上面可能有同一户 有好几台载具这样的一些困境都解决了 霍林县国中小学生有两万多人 目前各学校合计有六千台的平板电脑 学生在学习成效上 霍林县教育处也会在开学之前 进行学生的学习评量 针对学习进度落后的学生 再以四个阶段来进行学习辅助 我们都知道就是远距教学学生会分心 然后家长也没有办法陪伴 老师也没有办法陪伴 那老师的一个教学 可能在同步跟同步之下 可能也都会造成学生的一个学习 没有办法完整 那后续学校在正常上课之后 或是解封之后 那处里面或是教育部 其实本来就有一个机制 就是学习辅助的开班 那这样这个学习辅助的开班 他其实就是一年里面 他分四个阶段 在该他自己的那个所学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成绩 没有办法达到预取的成效之下 他还会再向下修正 他会一直测到就是孩子的程度在哪里 那测出来之后呢 学校端他会盘点人力资源 他们会开班 那开了班之后 他就会知道就是 这个孩子他的能力所在 然后呢 这个开班的任务的老师呢 他就会针对这孩子的能力 不及的部分呢 他就会去收集相关的一些教材资源 进行所谓的一个补救 这学期的课程 7月2号就告一段落 而过往暑假 都是补救学习的缓冲时间 或许对教师来说 能喘一口气 但远距教学 学习不足的孩子而言 却是一个补救的重要时机 如何运用假期 帮学生补回进度 需要集思广益 不要让弱势学生的学习 被迫成为远端教育下的牺牲品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回答的状况 来大部分的孩子都对了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